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南投的状况 其实就是受到卡努台风后续的影响所造成的 那么卡努台风在今天早上已经登陆了韩国 接下来预计会往大陆的东北的方向来前进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特派记者陈韵文来跟我们解析 韵文好 欣欣好 大家好 好 那么韵文想要请教 接下来这个卡努台风它预计会怎么走呢 为什么它这么顽强呢 好 确实如此我们就来看到这样图目前显示 刚刚提到说这卡努台风啊 现在是已经登陆到了这个朝鲜版 好 那么这个韵文这边的这个麦克风 出现了一点点状况 我们待会马上再请韵文 跟我们做非常详细的解说 那我们知道这个卡努台风 目前的状况如何 接下来怎么走呢 我们再度交给韵文 好的 没有错 我们看到刚刚是可能这麦克风没有忘记开 所以造成没有声音 对 大家可以多多包含一下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台风呢 今天是登陆到了朝鲜半岛在南韩这个地方 然后一路呢是比较偏西的方向往北走 然后会横扫过整个朝鲜半岛 然后预计会在12号的时候 可能扫到这个中国的东北地区了 只不过来看到 他们是预估从今天开始 这个台风的它的外围云系呀 就会移进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 会造成一些风雨的影响了 而且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呢 因为这个西风草跟卡鲜的影响之下呢 这个共伴效应呢会导致东北的雨势会更加的明显的显著 而且预估可能在明后两天是这个降雨的关键时期 他们预估呢可能会有大雨到这个暴雨的等级 所以是非常严重的状况 那刚刚提到说这卡鲜确实是一个很长寿的台风嘛 我们可以看到是卡鲜呢 它生成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天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海温呢 这温度其实蛮高的 是高于26度 以及呢这个季风的水气的不断的运送之下呢 让它的这个存活时间就变得很久 所以呢它的降雨的幅度也会变得比较大 然后它到这个中国东北之后呢 它的台风东侧有急流之外 就是中国东部的这个山区的这个山地的台山之下 会让整个雨势会蛮明显的 所以对于东北现在这个洪灾 这个雨水灾前可能会是雪上加霜 那我们看到是其实这样的路径确实是比较罕见的 但是也不是第一次啦 我们来看是过去在中国东北 有一些类似路径的台风的记录 这呢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当年呢有这个巴威台风 梅沙克台风跟海神台风 分别呢是在8月底到9月上旬登陆到中国大陆去的 那也创下是当年呢是史上第一次 在中国大陆东北地区是三连发的台风袭击的情形 好所以这个运文刚刚说 的确过去也有其实其他的台风跟卡努的状况 有一点点类似喔 像是这个完美世界完美世界就说 难缠的家伙的确这个卡努台风 真的是蛮难缠的 而且又非常的长命 我们知道8月2号以来 其实黑龙江这边降雨的状况 就是非常严重 一直到现在甚至出现一些洪灾的状况 如果卡努未来往这个东北黑龙江这一边来移动的话 是不是还可能继续造成严重的降雨 甚至卡努在这个陆地上没办法再继续发展 转为热带气旋之下 降雨的状况还是有可能会持续的运文 确实如此我们就来看到 刚刚提到说从这个上一个台风是苏瑞克嘛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从8月2号到现在在东北地区 这包含哈尔滨在内多达37个线呢 都有出现像是大风啊 冰雹啊洪水灾情这样汪洋一大片 很惨重的洪灾的现象 然后他们统计啊 光是在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地方 就有超过37万人受灾 以及呢有超过387万亩的农田受灾 像是这个武昌大米啊 一定会减产以及玉米啊 通通都被抛到发霉的这样子 蛮惨重的农民很辛苦的这样的情形 以及呢有2.3万栋的房屋倒塌 然后呢有149座桥梁被冲毁 还有是超过了24万公尺的路基被冲毁 这个数字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很难想像 怎么一个台风而有这么严重的灾情 好因为这地方是中国的东北地区 其实东北是很少有台风袭击的 所以呢一旦有台风的话 它就会非常的严重了 我们再看到是说其实不管这个台风卡姆是不是会 会清洗到东北就这样离开之后 可能这雨势也还是会一直下下去 因为呢除了卡姆之外就是有东北这个冷窝系统 它是呢被封为是真正的雨神 这个东北的冷窝系统 所以预料呢这个东北的这个大雨 会一直下到8月15号前后 现在也才8月10号而已 所以可能还要下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真的是蛮久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是现在在这个黑龙江的上智市 这边已经是呢就是提到说之前杜苏睿 是他们的百年一遇的强降雨的灾害 而现在卡姆呢是从今天开始就会有影响 所以他们从今天开始呢 已经是连续宣布说要停班停克三天 避免更加严重灾情的产生 好 谢谢郁文喔 这个观众绝影说三年不来一来给猛的 的确现在这个大陆这边洪灾的状况还蛮严重 而且积水其实也还没有完全的退 那么徐勇说暴雨台北车在大塞车连续污点 谢谢徐勇及时的回报 提醒观众朋友如果要搭台铁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了 那么WC亥利说不要紧张抱得很好 谢谢你给我们的鼓励喔 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持续的留言跟我们互动 范哲刚说现在往好处想只要石油水库没有缺水 的确现在这个雨算是有下到一些水库的地方喔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珍惜水资源 那我们刚刚听到运文讲喔 其实东北淹水的状况真的是蛮严重 而且接下来卡努又要往东北的方向 可以说是来直扑喔 所以他们现在为了这个防台的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因为我们知道黑龙江省 其实林业非常的发达喔 年产值可以说是高达800亿台币 这么样子的多喔 而且上个台风其实已经破坏非常多个林场 损失非常的多 目前已经有地区宣布停班停客三天 黑龙江省一处社区夜间广播 要居民连夜撤离家园 虽然卡努台风才登陆南海 但是中国大陆预估10号起 东北地区就会受影响 因此黑龙江省上志士宣布 全市停班停客三天 7年多吧开始通知的 我们的通知是 就是沿乌珠河和蚂蚁河 这两侧的小区 然后进行转移 实在是烟炮了 杜苏瑞才刚走 又有卡努台风 可能从朝鲜半岛铺向东北 目前洪风已经来临 松花江第一号洪水行程 上个台风造成黑龙江省大量林场被冲毁 当地有多个林木加工厂 是林业重镇 去年林业总产值高达 212.3亿人民币 超过800亿台币 现在不仅要防洪灾破坏 还有森林野火威胁 出动直升机运送消防队到火场 大兴安林北部林区 从6号以来连续15起森林野火 大兴安林也是林业重要产区 根据陆媒报导 已经投入6000名消防员 在山沟 坡斗 地势复杂的环境下灭火 虽然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地区 但是火源呈现多点集中爆发态势 近期内蒙古大兴安林林区 持续干旱少雨 并连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干雷暴活动异常频繁 因为气候影响 中国大陆东北地区 内蒙古真的接连水深火热 TVBS新闻消灭站陈永文综合报导 好 那我们帮大家插播最新的消息 目前因应午后的大雨 新北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强化三级开设 而且目前受理激烟水的状况 已经有高达40件 不过目前都已经消退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民众 为了预防这个瞬间的强降雨 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 尽量还是不要到山区 避免遇到落石坍塌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多加的留意了 那这个胡威国说 轮班工作一样要上班 那么待会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大雨的状况 那么今天呢 其实如果我们关心两岸的讯息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大家一定会知道 就是中国大陆 时隔三年半再度开放 这个团体旅游到日本去玩 这个其实我今年出去日本的时候 遇到非常少的路客 因为当时其实他们还没有开放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要开放了 那么想要请教郁文 现在大陆这边团体旅游 目前开放有哪一些国家 然后哪一些还没有 OK我们来看到这个图卡 就是说其实呢 从他们今年开始是分批的 开放一些路客的就是团队游 可以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来旅游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第一批的时候呢 是只有20个国家 就包含是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这些都是跟中国大陆是比较友好的国家 而且当时的欧美国家可能对路客 都有针对性的要下机的PCR检测 那这些国家当时是没有的 然后之后呢 开始取消这些检测之后呢 在第二批开放的是包含了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40个国家 蛮多是欧洲国家的 然后现在最新最新是今天才宣布的 就是第三波开放的路客团 可以出国去旅游的团队友 包含是日本 韩国 美国 英国 德国 澳洲等等 有78个国家 你看到这连日本 美国的关系 比较紧张国家通通都开放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还不在这个 他们路客团的名单当中 像是这个有观众朋友 绝影他就说 开放来台湾吧 有钱不赚吗 这个现金大之弄 的确想要请教 为什么目前台湾还没有开放呢 大家都很想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看到 其实说当时最早最早 其实是北京当局他们片面的切断 这个路客的自由行 当时是在2019年8月的时候 是北京呢片面无预警的暂停说 路客的自由行个人赴台旅游的 然后可能是当时可能说 年底的是2020年要大选 要避免一些政治的一些影响啊之类的 敏感话题 然后又加上可能跟我们政府关系不好 所以后来呢就是一直到现在 然后呢我们台湾是到了2020年的2月份 就是疫情爆发之后 防疫的要求之下 我们才中断这个路客团来台湾玩的 那现在今年以来 其实中国非常的希望我们台湾 可以开放路客团到台湾来玩 但是我们呢是希望呢要对等 要能够有就是互惠互利的前提之下 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开放路客团 也向北京当局解除一切的 就路客的自由行的限制 是就是希望有一个一定对等的条件 当然相信不止这个 他们希望我们开放 相信很多观光旅宿业者一定也很希望 我们可以赶快开放他们来台湾旅游 因为就像刚刚观众朋友说的 这个真的是差蛮多的 尤其对观光业来说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这个日本的状况 就像我讲的我今年去的时候 其实没有看到很多的路客 但是其实他们在四月左右 其实就已经开放有一些 可以有自由行的状况去日本 然后但是听说好像他们到日本的签证 好像有薪水的限制甚至传出 这个薪水限制有高达千万 才有办法申请这个签证是吗 对这个所谓的千万的这个就是收入限制 应该是所谓的坊间传说 但是也确实他们日本对路客是有这个财力 证明的要求了 所以你要审查你个人的就是金钱的能力 对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有传出说呢 因为他们的日本的签证呢 不是跟他们驻中国的日本使馆来申请的 而是呢要通过中国当地 类似于旅行社代办方式来申请的 不过其实所谓的签证也都是就是对方国家 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能不能够去他们旅游的 一个相关的一些核发的一些标准 所以相关的要求也确实应该是日本方面所提出的 然后呢他们都有提到说呢 就是有规定说呢只发这个观光签证 而且是近5年你每年的年收要超过1000万日币的人 这约合台币是236万元 那这个是所谓的坊间传说能够这么高其实不太一定 给大家看一个是我刚刚临时很快找到的是他们 官方的一个就是文件的 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小红书上面的一个文件 就是呢这是关于说你还是确实有看到吗 这是手机上截图就是确实是有要求申请人的所得税证明 存款证明但是没有提到任何一些详细数字内容 那我确实有朋友告诉我说他们中国人复制不像台湾很简单 就免签证想去就去很快随时 随时但是中国人不太一样他们确实是要求 包含是你要在职证明你的年薪普遍是说可能要10万人民币 那这大概是40多万台币的年薪 应该也不会算太高啦 但是有传出可能更高要50万人民币的这样子的财力证明的要求 或者是你要得相关的可能退休金的证明 还有房产的证明就是你确实是有钱 不是想要去那边偷渡打黑工的才能够过去 而且他们的签证费也不太便宜哦 就是如果你是多次往返的签证费的话可能是400人民币 那这约合是1000多块台币 那这些指的是你可能自由行过去的跟团客又是不太一样的 是所以原来是怕他们可能有到那边去打黑工的一些状况就对了 对因为毕竟中国现在被他们被认为是一个开发中国家 那日本其实因为很大的旅游大国就很防些 就是可能开发中国家有大批的人去假旅游去征打工的情形 所以他们对中国大陆旅客的签证确实是比较严格 原来是这样这个绝影说运文的指甲颜色觉得很漂亮 谢谢 好的的确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大陆在4月的时候有开放自由行了吗 今天开放的是团客旅游 那不知道运文他开放自由行之后到日本的这个旅游的比例真的有增加很多吗 确实是有增加很多但是刚刚提到说他其实他签证是有一些财力的要求的 一些门槛的以及他们的飞往日本的这个班机呀 其实也根本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时候 所以增加幅度是有限的 我们来看这张图卡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呢橘色的线是韩国的 在开放之后呢韩国是爆充是最高的 来到这么高点可能增加幅度呢是将近有超过的是180% 将近两倍的成长幅度 然后呢这个蓝色的线呢就是中国大物的 他们的这个成长幅度基本上 比起来非常的平缓 就微幅增加可能将近的20%的成长幅度而已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2019就疫情之前 中国旅客到日本的这个人数 是达到了950万人 是占了日本的外国旅客总量的三分之一 非常的惊人 但是现在这个这个数字看得出来 其实增加是有限的 那除了韩国之外呢 再来就是香港也是成长很多的 那台湾也是暴增很多 像我本人呢笑跳跳去日本玩 哇好羡慕喔 非常的羡慕 的确我们真的很幸运喔 可以说想要去日本就要去日本喔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韵文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目前中国大陆开放 出国旅游的最新状况 谢谢韵文 谢谢欣宁 谢谢大家